大家看一下這題 他說下列各直線當中 群選出和立軸互為歪斜線的選項 這題題目數字出的很簡單 但是越簡單反而越難 大家不曉得從頭判別起 我們慢慢來 這叫歪斜 歪斜要有兩條線 兩條直線歪斜要有兩條線 第一個不平行 第一個條線不平行 第二個條線怎樣 沒焦點 所以歪斜線兩條直線互為歪斜線 就叫這兩條線 第一個不平行 第二個沒焦點這樣行不行 好 有這觀念時候我們慢慢來一次 來 我們這時候乾脆就把所有 把立軸和ABC珠1 這五條直線把它翻成是寫出來 看看有沒有平行 看看有沒有焦點就結了嘛 這樣行不行 好問題啊 立軸的翻成是怎麼寫 你去想想看 這A軸 這Y軸 這立軸 你忘記的話你就去想 好不好 我們求立軸這條直線方程式 求直線就是兩個要訣 第一個要點要有方向 對吧 求直線方程式嘛 要有兩個要訣 第一個要點 第二個要有方向 點沒有問題 它一定經過原點 000 方向向量呢 你去想想看 立軸上面一定有個點 叫001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向量力 老師直接寫成向量力好不好 它翻一下向量式起 直接向量式起 00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要去底下一個以後 所以立軸可以怎麼寫 所以說立軸翻成是寫出來 SY 立軸 它從000 單做奇跌 對吧 翻向向量式起 加上 0T 加上 0T 再加上 1T 所以說其實 立軸的直線方程式寫出來 是S40 Y40 立等於T 其中T屬於什麼數 時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把立軸的什麼 方向向量找到 還把立軸的翻成4找到 這樣行不行 好 開始一個一個判斷了 這樣行不行 一個一個判斷 首先看一下A選項 A選項說 有一條直線叫起L1 L1是起 S等於0 Y等於0 S等於0 D等於0 來L1怎麼寫 他說L1是S等於0 L等於0 L等於0 好 所以說麻煩你後 把L1寫出來 L1怎麼寫 把它轉換成參數式來看 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L1 這個時候 這時候題目強調 S等於0 L等於0 Y呢 Y把它叫做S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所以L1老師可以寫成 AK等於0 對吧 L等於0 那Y等於多少 S S是屬於R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先問你 第一個 它方向向量是幾 0 1 0 有沒有平行 沒有平行 對吧 所以第一個沒有平行 第二個再判斷 有沒有焦點 麻煩你把這L1 和我力軸抓起來連力 S0等於0 Y S要等於0 VA T等於0 所以說這時候告訴我 這時候S等於0 T等於0 他們是就有焦點了 所以說這時候老師可以知道 S等於0 T等於0的時候 他們焦點是幾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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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時候有焦點 那有焦點告訴我 那是不是Y斜 不是 Y斜要不平行 而且沒焦點嗎 所以說這時候 對吧有焦點 所以說這L1 它力軸會焦到0 0 0 0這個點 所以說沒有Y斜 再看B選項 B選項要解L2 這樣行不行 B選項老師直接一寫 Y等於0 S加0等於1 好 然後幫你把L2 翻成4寫出來 好不好 L2直線翻成4寫出來 怎麼寫 一樣齁 它Y是0嘛 我去假設X等於S 那力可以寫成多少 1-S 其中S屬於什麼 時數 所以說B選項一樣 第一個 它的方向向量是幾 1 0 1 告訴我 和這力軸平行 沒有 第二個 麻煩你再去把它連力 把L2按我力軸連力 零力軸 S等於幾 0 0等於0 0 0-1 1-S 要等於T 所以說零力算出來 有沒有解 零力算出來 S是0的時候 帶進去 T等於1-2-4 是不是就有解了 所以說只要有解 就代表說這兩條直線 有焦點 對吧 有焦點下去 那是不是Y斜 就不是Y 那是不是Y斜 就不是Y斜了 對吧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再看C選項 所以說這題 我們必須要很有耐心 一個一個判斷 B選項是幾 它寫出來是Y Y等於幾 0 S加Y等於1 對吧 一樣 把L3 它們參數式寫出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這邊寫的時候 小心一點好不好 我們整個筆記齁 這黑板面有點凌亂 這樣行不行 那一樣 老師問你 X的事情 我去解 因為Z等於幾 0了嘛 所以說我去把 X假設成S Y叫做1-S 好不好 一樣S屬於什麼數 時數 這樣行不行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一樣第一件事情 它的方向向量事情 它的方向向量是 1-1 0 1-1 0 告訴我 有沒有平行 沒有 再來第二個 再去把連力球交點看看 X和X一樣 所以S等於0 Y和Y一樣 要1-S等於0 力和力一樣 所以T等於0 來來來來來 這時候 產生一個現象 這個S等於0 那1-S要等於0 S要自己1 換句話說 S等於0 又等於1 合理嗎 不合理 所以說這時候怎樣 無解 無解就怎樣 沒焦點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這個翻成4 把連力算出來怎樣 無解嘛 所以無解 所以說這時候怎樣 沒焦點 所以說你看一下 第一個特徵 不平行 第二個特徵 沒焦點 不平行 又沒焦點 所以說Y結 對 可不可以後 再看初選項 好不好 初選項 我們繼續看下去 初選項一樣 多少 S等於1 Y等於1 所以說L4可以怎麼寫 L4寫出來是 S等於1 Y等於1 利 利把它假設成S 好不好 S屬於R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 第一個 它的方向向量是幾 0 0 0S 0S ES 0 01 0 看它有沒有一樣 有 方向向量一樣 方向向量一樣 就不可能是 對嗎 因為方向向量一樣 他們可能平行 或是重合嘛 那不管怎樣 不可能彎斜 對不對 來 再看E選項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種題目 就是有耐心 一個一個判斷下來 E選項事情 Y等於1 利等於1 一樣 把L5 方向式寫出來 去假設 X等於幾 S Y等於1 利等於1 S屬於R 這樣行不行 那第一個 麻煩你把方向向量寫出來的事情 1 0 0 這樣行不行 有沒有平行 沒有平行 對吧 第二個呢 再去聯力 去求他們交點看看 X對照 X S S等於幾 0 Y去對照 Y 1要等於0 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說 起到這邊就知道了 當然 這邊說 T等於幾 1 所以說你看這邊 你看就知道 1等於0 直接怎樣 5解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直接 5解 那5解下去 老師就可以知道怎樣 沒交點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不平行 又沒交點 很好 這叫 5Y解 對吧 所以說麻煩你 答案選幾 選C和其 1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